防止外来干预应对措施法案今天在国会一读 以防止外国势力通过敌意信息宣传或本地代理人干预我国政治 在新法案下 具政治影响力的人 未来也必须披露与外国实体的关系和申报收到的1万元或以上的捐款 内众部文告说 外来干预可能严重威胁我国政治主权和国家安全 在新法案下 面对可能涉及外来势力的敌意信息宣传 部长将有权发布指示 要求社交媒体 相关电子和网络服务商 以及含可疑内容的网站或社交媒体的拥有者或经营者 披露当局所要的信息协助调查 或要求服务提供商屏蔽相关内容 无法在新加坡看到 不过内政部也强调 新法案不会限制国人表达政治观点 除非他们是外来势力代理人 外国人和外国出版物 报道或评论本地政治 只要秉持公开透明的方式 即使是对新加坡和政府具批判性的 也不会受影响 为防止外国势力通过本地代理人干预我国政治 新法案将纳入政治捐款法的现有条例 并进一步扩大涵盖范围 直接和密切参与我国政治的个人和机构 包括政党 政治职位者 议员和选举候选人 以及选举代理等 未来将被列为具政治影响力的人 他们在新法案下必须披露与任何外国实体的关系 同时设立单独银行账户收取政治捐款 任何单笔或累计超过一万元来自同一名捐款者的捐款 都必须向当局申报 感谢观看